就物價都在漲 然後薪水都沒有漲 這是不少北漂族的新生 確認貨品輸陽正確 搬上貨車準備送往目的地 擔任禮貨員的他 一個月吃飯大約要2.2到2.3萬 再加上房租1萬2 月開銷3.5萬 跑不掉 現在要存到錢很難 這還算是小case 如果加上家庭 支出更是用噴的 緊繃是有一點 但是要做一些取捨 比方說因為孩子的教育費 確實是不能省的 北部物價貴桑桑 但南漂族有比較好過嗎 如果住家裡可能還夠 省吃減用應該多少可以存一點 緊繃 在南部生活物價雖是稍微低一點 但年輕人坦言想存錢還是難 考量通膨 明年基本工資有望調漲 基本工資神譽委員會將在9月召開 明年的工資有望可以連巴掌 而這個漲幅就落在3% 到3.2%之間 也就是說月薪的部分可以突破27K 實行182元 我們沒有辦法去預測說一定會長成什麼樣子 那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每一年大家都會考慮到物價的這個上漲率 根據主計總處最新統計 雖然今年六月的CPI年增率百分之一點七五 是二十三個月以來首次跌破百分之二的警戒線 但今年一到六月平均CPI 已經較去年同期漲了百分之二點三二 物價飆漲有感 雖然明年薪資有望更長 但大部分民眾還是認為 肯定不夠用啊 乾脆不要漲啊 每個月多那八百塊不能幹嘛 記者新聞 許庫山明傑 台北常常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